您好 欢迎收看5月21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祈愿疫情消散祝福和静平安事实无灾 花联县政府人事处20号晚间 在县府大礼堂与佛光山月光市协同办理 县政府抄写薪金修持活动 县政府一级机关各同人 趁着下班之余共同抄写薪金 为全球疫情消退祈福回向 花联县政府人事处在20号晚间 在大礼堂与佛光月光市 办理本府抄薪金持修活动 现在许正位亲临与同仁们共修抄写薪金 并表示首先要感谢佛光山月光市 在全球疫情紧绷的时候 让我们拥有全球的共修的机会 现在表示抄薪金的过程 需要您心关注 摒弃您神关注当下 并且将所有精神关注在笔键之间 是也没有办法说我躺下睡觉 他就可以关心 所以抄金让我们真的把整个所有的精神 凝聚在笔锯 在笔键之间 他的幸福 我们谢谢佛光山月光市 给我们这个机会 在全球疫情依旧还非常紧张的时候 让我们有一个全球共修的机会 在这里无论是这个抄写这个我们的福尔博物都心机 也可以持送更违向给我们的家人 或给我们最在乎的人 我想这都是一份功德 也是洗底我们的心灵最好的一个小时 抄金不仅是战法清净如来 能摄取福德受天人供养 并且在许多佛家诸多的道成经当中 都显示写佛经有极大的功德 抄金功德无量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